我的工作室有400平米,花了80萬 租來的房子也應該好好地改造 會議室是原來的車庫改造的 大門可以完全敞開 這樣子裡面的空間可以整整地增加一倍 一樓是工作區和模型區 我們沒有前台,我想營造一種家的感覺 我們自己的院子不種樹 因為周邊已經有很多樹了 為了看樹,我們開了一扇天窗 樓梯這裡為了看到對面的老洋房 我們也開了一個五米高的窗 二樓是工作區和圖書室 在這裡所有的門和牆角 我們做了一個兩公分直徑的虎角處理 這一切都是為了能夠讓光更好地 過渡到這個空間裡面來 我不喜歡燈 所以這裡我開了兩個天窗 花了6000塊,就為了看到天 地面是水磨石 我用了銅條收邊,銅線分割 所有的門和窗 用的都是回收的曲柳木 這是圖書室 但讀書桌不一定是要用來讀書 坐在這裡也可以發呆 建築師的生活 工作和家庭很難分得開 所以我想把工作室做成建築師的家 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所以我想把工作室做成建築師的家